行政院版的同婚專法 已經出爐了 就在挺同 反同的拉鋸之下 希望兩邊都不得罪 所以行政院 我們來看到首創 專法名稱其實我背不下來 因為那個字非常的長 15個字 司法院釋憲第748號 解釋施刑法 也就是說明定同婚的伴侶 可以依照民法裡面的規定 可以結婚 親屬繼承等等 那麼我們看到 其實這過程當中的轉折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挺同婚 婚姻平權 真的是蔡英文事實上 她的競選證件 她開出來的證件支票 在2016年上台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當她選上了 很多挺同的民眾都說 小英 你動算了 我就可以嫁了 可是上台之後我們發現 挺同 反同的兩邊 不斷在衝撞 在拉鋸 甚至在立法院都有幾波的衝突 那麼到了2017年12月 民進黨內的長輩反對 這個是長老教會的前總幹事 高聚明 她說就是希望蔡英文 不要支持同婚 在婚姻平權的部分才煞車 蔡英文是說 與一文件相關 餐具指出同婚 難有共識 連我非常尊敬對台灣有深至情感的 前輩高聚明都反對了 可是怎麼辦呢 那麼另外一邊 我們當然看到了 包括了反同的團體 在去年公投榜大選的時候 有三項公投 反同 公投全過的情況之下 換句話說反同民意占大多數 那麼這個牽涉到的選票 大概有700萬吧 如果你硬要換算成選票的話 700萬的民意 那麼一方面你反同的民意700萬票 那麼挺同人是說 你要兌現你的選前承諾 所以就在這樣的拉鋸之下 我們看到最後出來 就這個長達15字的同婚專法 那麼刑事長孫昌說 行政員必須依法行政 尊重公投結果 也遵守大法官解釋 這個其實關鍵就在於 大法官釋憲的部分 所以不修民法 因此這個專法名稱在這邊 好 就是長達15個字的實刑法 好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先來請教在場的三位委員 支持同婚專法嗎 三位 怎麼都沉默了 對 支持嗎 支持 這是行政院版的 行政院版的 這個實質的內容 我還沒有完全所有的條文都看過 但是目前其實看起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公投在先 公投其實展現了一些的民意 就是說反對就是修民法 所以至少在這個法的處理上面 他其實是分立的 就是說他沒有去動民法 因為在立法院 其實是有兩派的主張 一派就是主張一定要修民法 一派就是主張立專法 所以目前我覺得 他的處理在方向性上 他是符合就是公投裡面說 不要修民法的 所以他另立 他現在是一個專法的取向 而專法 他把這個專法的名稱 他又回避掉了 是不是同婚的這兩個字 所以他直接用憲法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釋憲的結果 來作為他的這個施刑 我覺得這一招是有點巧妙 就是說他刻意去迴避 因為名稱一出來之後 反同的團體大概就會說 我不是告訴你說 不要有同婚的法案了嗎 為什麼又是一個 同婚的專法出來 所以名稱 我覺得他是要迴避爭議 但名稱這樣子取 這倒是首例 立法院裡面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法案 是因為釋憲的某幾號文 然後以下 就像你剛剛講的 十幾個字你根本唸不出來 一般民眾看到這個法案的名稱 恐怕也不知道說 這到底是什麼法 因為其實通常 一般法案的名稱還滿重要 就是說大家一看就懂 一目了然 對 就是說立法你就是要明確 所以你這個法案名稱 就要符合你以下的 這個法案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目前在方向上 我看今天出來之後 其實社會的聲音沒有很大 可能很多人也還不太了解 實質的內容到底是會如何 但是我覺得 至少是有走出一步 就是說之前社會紛爭那麼大 而且還動用到公投 然後現在的處理是 沒有去修民法 他走這個專法的形態 到時候到立法院 我覺得就是今天回去之後 我們要仔細看 他到底整個內容規範的 整個內容大概是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再去決定到底是要支持或是反對 這個建委員支持同婚專法嗎 基本上這個議題其實在這一屆的 第二會期吵得非常的兇 其實社會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不管你今天是挺同 反同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都希望這個議題不要再造成社會的對立 或者撕裂我們這個社會 甚至家庭 所以在處理上 這一次行政院他大概也有過去在 我講我們第二會期處理的過程 他們也參與了 在場的其實我們都有看到了 所以從一個立法者的角度 我們是希望這樣子的立法 是對社會有益的 然後是對於民眾的 法律權益的保障能夠顧及 但是某種程度上 我們又要能夠得到 社會大眾的支持 還有對於一些社會價值的維護 我想這個是在這一次的 這個修法上面 它的最高的一個難度 我必須講 現在這個行政院出來的版本 叫司法院市制第7482什麼什麼的 這個施行草案 這個其實就是告訴你 他知道這中間有對立的可能性 所以他才第一個在名稱上面 在採取這樣子一個作為 所以在名稱上 你現在看到不管挺同反同 他們在批判上面的力道 沒有過去那麼的強 但是現在會轉到內容上 內容上面還是回歸到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挺同反同 對於所謂婚姻的看法 婚姻兩個字的看法 因為在這一次的公投的內容 主文你注意去看 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化約為所謂說 這個立專法 這麼簡單 實際上它裡面提到了 它對於婚姻的定義 是一男一女 就是在這個公投上面 它裡面的解釋 我們公投文字的這些解釋 它是著重 它這個公投主文 它是著重到婚姻定義是一男一女 如果不是一男一女的話 某種程度上 那個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不是簡單的講說立專法 現在這個施刑法草案 它的內容實際上 它是賦予婚姻 就是同性可以有婚姻的 這樣子的 至少是婚姻的形式上面 跟制度上面的一個保障 對 所以委員 所以這個會將來就是說 在內容的爭議上面 他勢必又會陷入一個論戰 大家能夠妥協到什麼地步 我想這個是接下來 你覺得這個行政院辦 是偏向婚姻還是偏向犯同 還是他都兩邊不得罪 他想要兩邊去妥協 可是在內容上 實際上它是偏向同性婚姻 對 他專朝門 對 這個對2020總統大選 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應和影響 因為顯然這個還是未選票 對 因為如果說你從 你從所謂的公投的投票數來講 所以我們也有提到就是說 希望這個修法 他能夠尊重公投的一個結果 當然大法官釋憲的精神 這也是也必須要能夠 合乎他大法官釋憲的精神 但是在這個合乎的情況底下 你如何做到能夠符合 或者尊重這個700萬 公投的一個結果 這是接下來立法技術的一個問題 還有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協商還有不同的看法 怎麼樣整合的一個問題 行政院版本出來 唯一能夠勉強說沒有爭議 大概就是不是說沒有爭議 而是不引起對立的 大概是只有在那個名稱上面 所以沈大佬 你覺得在民進黨中南部的明代 立委有辦法接受同婚專法嗎 其實這是行政院一個非常有技巧的 務實的以專法的形式 去轉移所有民法裡頭有關婚姻的權利義務關係 幾乎照章都頒過了 除了一項就是說非血緣的小孩 你不能收養 不能養他 除了這個以外 所以我認為他當然就不違背憲法 也符合視線 但是是不是有符合公投的精神 我覺得反同的人 絕對彼此不從 因為反同的人 他這重點就是說不能有婚姻關係 他說另外一個法沒關係 要處理他們如何共同生活 但是不能沾上婚姻這兩個字 所以我認為挺同這一派 看到今天這個草案 大概可以吞得下去 可以咽得下去 但是我認為反同的力量 正在集結當中 我認為他們沒有那麼容易compromise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反同的人 他們其實也太過度堅持他們的要求 為什麼在這個公投案立案之前 沒有辦法政府出面 去疏通他們說 你們的三個公投案的內容 基本上是違憲的 你讓他立案 你讓他通過 現在才要收拾 這不是很難嗎 我的看法請你指教 為什麼會是這樣 現在要去補就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今天這個草案 基本上是違背公投的結果 我認為 我是這樣看 因為這個同婚議題基本上 應該也算是第一次或少數 唯一唯二的 這個有經過大方案失憲 又經過公投 這個在台灣的立法史上面 就這個議題來講 簡單講一下 748號解釋 他講三個重點 第一個他說民法親屬邊 並沒有保障通信 婚姻自由的平等權 所以違憲違反憲法22條 所以必須要兩年內修法 第三個 至於立法的形式 由立法機關來處理 這三個重點 去年1月24的公投 就是說第十二案 對於民法婚姻以外的形式 來規範同性之間共同生活 結果通過了 所以基本上 經過大方案失憲 經過公投 立法機關受這樣的拘束之下 空間已經不大 所以政院基於這兩大原則之下 提出今天這樣的一個專法出來 我覺得關鍵就在內容裡面 包括相關的權利義務 關鍵談到的收養的問題 這個基本上可能就是 未來攻防的焦點 或是大家必須要 好好坐下來討論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 重大爭議事情 其實在社會上屢次發生 連最民主的國家美國 事實上這麼大的歷史以來 他們往往很多重大爭議的事件 造成甚至社會的對立 因為他們還有包括 宗教種族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經過 美國最高法院一錘定音 包括黑人爭取平權 女性參政 包括墮胎等等這些 往往是最高法院 最後做一個決定 我覺得也因為 美國他們最高法院 這樣子的一些判決下來 也讓美國社會對於很多 重大爭議的事情 慢慢能夠擬平社會的對立 而且不斷的往前邁進 所以同樣的 我覺得在台灣 也應該慢慢接受 因為既然大方都有視線了 既然公投都已經過了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整個框架 基本上就是往前走 實質的內容 事實上接下來就是 立法機關 我們來理性討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